沙鲁走上了速爬背吉塔的老路 只不过被吉塔打的是对面 沙鲁打的是对面 在被胖揍了两分半后 乌范终于忍不住 一脚将沙鲁踢倒在地 看来这一下还挺重 把沙鲁都踢出血 但这还远远不够 悟空看到这一幕非常满意 只要让沙鲁继续在速爬背剧塔的老路走下去 就能让乌范带飞 沙鲁又用出弗利萨的招式 乌范也展现出极强的妖力 沙鲁连续发出指尖光线 悟范不断躲闪 随后沙鲁直接冲过去将悟范死死抱住 沙鲁非常高兴 想要上演一出怀中暴犯杀 悟范顿势痛苦不堪 再这样下去必然经脉寸断粉身碎骨 但即使如此 悟范还是不会生气 听着悟范的惨叫 亲爹已经忍不下去了 但悟空却说你去了只能被抹 只要等悟范生气 然后开启乱杀模式 这是唯一能战胜沙鲁的方法 到时候我们就直接躺平 但了解悟范的比克说悟范不像你一样好战 他也不知道你的想法 现在的悟范不会生气 他只会想为什么看到他这么痛 而悟空却还在旁边叹息 面对比克的灵魂拷问 悟空终于反应过来 立马跟克林要先斗 这时沙鲁放开了悟范 眼看悟范倒闭不起 众人也停止了动作 而沙鲁眼看在悟范身上施加痛苦无法令他生气 于是沙鲁打算把悟范的愤怒 建立在其他人的痛苦之上 随后飞向观众席 然后一个奢劈走位躲开比克的攻击来到克林面前 直接抢走克林手中的仙斗 紧接着又来到悟范面前 说那几个人夹起来不用我出手就能团命 悟范说你以为想生气就能生气啊 当然沙鲁也知道没人忌天就生不了气 悟空傻眼了 早知道就吃仙斗了 悟范想过去抢仙斗却被一脚踢开 这时16号从天而降 将沙鲁死抱住 眼看队友开团 其他人也想上去 但16号说自己打算自暴跟沙鲁来的极限一换一 在16号的身体里有个威力极强的自暴装置 把众人牵扯进来真的很不好意思 如果不小心把你们炸死了就只能怪你们太惨 但沙鲁毋庸置疑会被炸成渣渣灰 沙鲁彻底慌了 拼尽全力也无法挣脱束缚 底下 眼看16号即将变成光 众人立马做好迎接爆炸的准备 可16号却是个哑蛋 克林告诉他 你没有版权变不了光 布玛父女俩之前看到16号身体里的炸弹威力太过巨大 会毁灭整个地球 还可能会用这招来对付悟空 于是便把炸弹给拆了 16号猛了 沙鲁哈哈大笑 我刚才是装的 其实我根本不觉得你这颗炸弹能对我造成伤害 随后挣脱束缚 一个波将16号封成无数碎片 随后将16号的头踢飞 经过一阵颠簇滚到撒旦几人面前 沙鲁对物犯说看来你还没生气 但我还没完 看了一下 对面有7个人 在一阵便秘是发力之后张开尾巴 化身喷射战士连续喷了7次 生出了7个拥有点藏皮肤的小沙鲁 然后命令小沙鲁们去对付看台上的观众 悟空大喊小心 他们屌了一批 所有人立马进入战斗状态 小沙鲁轻松挡下被吉塔的手刀 还对克林来个顶级嘲讽 克林立马展开反击 却连根矛都打不到 其他人也开始战斗 小沙鲁之强就连苏帕被吉塔也只能打个势均力敌 看着面前7个1v1 沙鲁非常满意 以利剑底的悟空已经无力再战 被小沙鲁打得连连后退 小沙鲁又一个土盾打得悟空毫无还手之力 其他人也不容乐观 只有比克明白打团的重要性 立马抓住眼前的小沙鲁 旋转720度砸中天津饭眼前的小沙鲁 又过去帮雅木查踢飞了对手 此时的悟空还在被暴揍 小沙鲁还想继续对悟空出手 突然被两人抓了起来 然后被一脚踢飞 眼看悟空已经浪过头了 其他人只能给他擦屁 大特和被吉塔父子俩就是个毒狗 只有比克不断利用战斗间隙支援队友 而被比克击飞的小沙鲁也转换了对手 来到克林身后一个倒挂金勾踢到沙鲁面前 这又是龙珠的一个巅峰 16号就在自己眼前被暴投 愤怒的情绪突破天际 悟饭终于觉醒成为超级赛亚人2 面对小沙鲁的攻击 克林即将祭天 还好克林还挺杭奏 其他人也只有被虐得很 看到这一幕 悟饭的气息已经有点提升 沙鲁说你再不生气 你的队友就要被团灭了 悟空消耗了太多体力 现在是强弩之末 被吉他和大特也只能勉强五五开 支撑不了多久 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 悟饭也想将自己身体里的力量发挥出来 但生气不是想生就能生的 天津饭已经倒下 雅木茶也被废了一只手 悟空也已经站不起来 而被吉他打算使出终极闪光 但小沙鲁邪眉一笑 面对被吉他的终极闪光 小沙鲁伸出双手就将能量波停住 然后一脚踢向远方 小沙鲁又冲上前将被吉他击落在地 被吉他不信心 冲上去继续反击 如此激烈的战斗 连撒旦都不得不开始跑路 此时地上16号的脑袋开始说话 虽然被吓了一跳 但是16号想给撒旦一个拯救世界的机会 只要把他给带到卖便当的少年面前就行了 碍于世界冠军的脸面 撒旦决定出手相助 此时的比克对着小沙鲁打出王子战法 即使是这样也无法阻止撒旦拯救世界的决心 看着众人被逆 乌范留下了痛苦的眼泪 看到这一幕 沙鲁决定再加一把火 随即命令所有的小沙鲁杀掉自己的对手 这时撒旦全力一抛将16号的头丢到了乌范面前 这一刻撒旦已经拯救了世界 16号告诉乌范 为了正义而战斗并没有罪 有些人就是只能用武力沟通的 尽管释放你的愤怒吧 你已经不需要忍了 我喜欢的大自然 还有那些动物现在只有靠你来保护 乌范终于变成超级赛亚人2 在专属BGM的簇拥下 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力量 反方向的泪是他最后的温柔 剩下的只有最残暴的激战士 沙鲁表示你也就这点程度 沙鲁以为乌范犯了跟大特一样的错误 只是把力量提升了 小沙鲁本来还有点慌 听到轻爹的话后又恢复了自信 随后又继续暴打众人 就连速啪被吉他也被玩弄于鼓掌之中 随着乌范的呐喊 闪电滑过眼前 沙鲁也这才察觉到了乌范的不同 闪电环绕周身 头发更加坚挺 肌肉也进一步膨胀 乌范说太过分 我不会原谅你们 看着步步紧逼的乌范 沙鲁都被这强大的气场给震慑住 因为气势可不能输 沙鲁说就让我见识一下你真正的力量 下一秒 乌范瞬间就把沙鲁手中的仙斗给抢了回来 连沙鲁都没反应过来 沙鲁还想去抢回来 乌范就闪现来到一个小沙鲁面前 面对王者蔑视 小沙鲁立马出手 乌范一个手刀过去直接抱头 被吉他惊呆了 刚才自己拼了命才能跟小沙鲁勉强五五开 乌范一招就给秒了 看着倒地的克林 乌范一个闪现来到两只小沙鲁面前 速度之快全场没人看得清 小沙鲁根本不慌 拿克林相要挟 下一秒就惊呆了 乌范摆出发波的姿势 小沙鲁不信邪 不相信乌范会不顾克林的安危 克林让乌范别管他 快点把他们干掉 另一只小沙鲁已经吓得直接跑路 看着乌范手中凝聚能量 剩下的小沙鲁立马丢掉克林 飞到空中朝乌范发出几发光线 扬起大量烟尘 而乌范早已带着克林跑到空中 紧接着乌范接连闪现 将克林带到安全的地方 又来到小沙鲁面前 一脚过去直接踢爆 看着这萤幕 沙鲁心想难道我也太浪了吗 超二乌范逼个满满 能够碾压速啪被吉塔的小沙鲁 在乌范面前扛不过一个普攻 沙鲁觉得自己虽然浪了一下 但凭借自己的实力想怎么浪都行 随后一个眼神示意剩下的小沙鲁 对乌范发起群殴 瞬间浓烟滚滚 小沙鲁们在烟雾中穿梭 对乌范发起进攻 乌范直接一脚踢爆一个 剩下的小沙鲁健壮 同时对乌范发起进攻 乌范将仙斗丢向空中 看到乌范这么厉害 小沙鲁彻底慌了 乌范一个暴起 能量直冲天际 将所有小沙鲁通通吹飞 看到这一幕 悟空对比克说你看 咱儿子屌不屌 看着乌范这么难搞 小沙鲁们也打起了佩服 随即飞天遁地 一个小沙鲁丢出一发气圆斩 乌范飞升躲避 接着两个小沙鲁也来到空中 分别朝乌范发出 龟派气功和魔灌光纱炮 再来两发天津犯的气功炮 客校直接拉满 弄出大量烟尘 小沙鲁慌了 乌范的身影在烟雾中显现 乌范眼神犀利 化身沙神 一声大火 全身的气息化作无数道气功锅 朝小沙鲁们袭去 紧接着毫不拖泥带水 将小沙鲁消灭掉 剩下的一个小沙鲁还想逃跑 乌范瞬间追上 一个手刀击飞 直接穿过两个山头 又瞬移来到起面前一脚踢爆 连扎都不剩 看到乌范拿下七个人头 直接超神 沙鲁气得咬牙切齿 乌范把先斗丢给大克 先给队友回满血 接着便来到沙鲁面前 随后立马冲过去 沙鲁自信出手 没想到只是残疑 乌范已经来到空中 大大的挫败了沙鲁的锐气 沙鲁很不爽 立马冲过去 用同样的招式装了下逼 乌范拿下七杀 直接超神 眼看自己怀胎十秒的七个孩子惨遭毒手 乌范还在自己面前装了下逼 沙鲁路不可乐 其他人也满血复活 在吃瓜群众的注视下 沙鲁使出狼牙疯疯拳 疾风骤雨般的拳头直朝乌范攻去 然而所有攻击都被乌范轻松躲过 沙鲁不信邪 一发大脚过去 却被乌范挡了下来 紧接着乌范便开始反击 激烈的战斗让王子都止不住颤抖 这时候比克也明白了 悟空先上场就是为了让悟范看看沙鲁的战斗风格 不得不说这个偏章的悟空智商直接拉满 沙鲁一发气弹过去 悟范轻松拍飞 随后不断躲闪 来到地面再次消失不见 随后两人再次拳拳相碰 强烈的冲击波在空中扩散开来 两人的战斗惊天动地 悟范来到地面 沙鲁冲过去一拳麾下 机器剧烈爆炸 爆炸过后 只见地面出现一个深坑 悟范已经将吃瓜群众尽数救下 连沙鲁都没有看清动作 悟范防反来到沙鲁面前 看着那盛气凌人的样子 沙鲁后槽牙都快咬碎了 凭什么我没有这个特效 而被吉塔的后槽牙早就碎了 我又成老三了 这时大策拿了仙斗过来 看着眼前的仙斗 被吉塔心里很不是滋味 自己又被打残了 比克还以为是悟空之前的战斗 才让悟范看穿沙鲁的动作 但悟空表示悟范的实力 已经完全碾压沙鲁 闭着眼都能把他想给打出来 沙鲁继续进攻 直朝悟范招呼狼牙封封拳 然而一下也没有打中 气急败坏的沙鲁重重一拳 将眼前的大山打成渣渣灰 回过神来时悟范早已来到高空 面对悟范的亡者蔑视 沙鲁有点不熟 一回头悟范已经来到身前 这下惊呆了 沙鲁气坏了 随即开始暴气 恐怖能量迸发而出 瞬间引起剧烈的爆炸 待烟尘散去 悟范依旧毫发无损地站在面前 随后两人来到地面 开始新一轮的对决 反方向的泪 沙你没有罪 想浪费你 只能怪老辈 只因被吉塔的细胞作祟 沙鲁献祭了16号 让悟范变成超级赛亚人2 虽然沙鲁连悟范的防都破不了 但还是坚持打嘴炮 你以为你能打倒我吗 悟范说我会打倒你的 没想到悟范如此狂妄 沙鲁便打算让悟范瞧瞧他真正的力量 随即开始疯狂暴气 强大力量喷涌而出 连整个地球都开始震动 沙鲁暴气完毕 你就说屌不得 遭到如此嘲讽 沙鲁忍不住了 一发重拳打中悟范 然而悟范的血条丝毫没有减少 沙鲁猛逼了 正想继续进攻 悟范突然一拳过去 差点把沙鲁隔夜范给打出来 沙鲁还想出手 悟范紧接着又是一个上钩拳 将沙鲁打飞出去 连战都站不稳了 悟范向沙鲁走去 气急败坏的沙鲁 便开始对着悟范不断进攻 然而所有攻击都被轻松挡下 悟范抓住沙鲁脚 然后一发大脚过去踢飞几十米远 沙鲁越想越气 随即开始暴气 已经成为最完美的生命体的自己 如今却打不过一个赛亚人小孩 面对步步紧逼的悟范 沙鲁面露恐惧之色 随后双手凝聚出两发气源斩 朝悟范丢去 然而悟范仅凭双手就将气源斩接了下 然后直接用气息就将气源斩崩散 一次又一次的打击 让沙鲁的小心脏难以承受 随后飞到空中使出魔罐光纱炮 而这在悟范眼里也是雕虫小技 直接一个手刀将气拍飞 在空中引起剧烈爆炸 随后沙鲁又使出手指板王子战法 没想到连刮沙都算不上 看到悟范如此奴婢 撒旦当即决定受悟范做自己的大弟子 顺便做个女婿 另外两个废材当然是扫地出门了 这下沙鲁也是彻底感受到了恐怖 现在只能怪自己有了被吉塔的细胞 随后害怕地飞到空中 用全力凝聚龟派气功 这种情况下悟范只能选择应接 不然毁灭的就是地球 悟范面不改色 面对沙鲁全力的龟派气功 其他人都以为彻底完了 然而当气功波来到面前时 悟范一个顺发的龟派气功 硬生生将沙鲁的气功波给顶了回去 面对沙鲁全力的龟派气功 悟范一个顺发的龟派气功就将气顶了回去 强烈的能量互相碰撞 让看戏的众人都站不住久 悟范的气功波急速膨胀 慢慢将沙鲁吞没 在沙鲁的惨叫声中 气功波直冲外太空 待一切归于平静 众人从黄沙中探出头来 然而沙鲁的气依旧存在 定睛一看 在空中的沙鲁已经残缺不堪 而悟范的嘴角也预示着这场战斗 不会那么快结束 这时比克说沙鲁有他的细胞 他还能再生 悟空立马叫悟范杀了沙鲁 不能给鸟山老师增加负担 此时悟范体内塞亚人的血液已经完全觉醒 现在是彻底浪起来了 表示现在还太早了 我还想再虐菜 悟空说你别浪 沙鲁被逼急了什么都做得出来 此时沙鲁的身体也开始恢复 被逼急的他也是犯了和大特一样的错误 变成了肌肉形态 随后来到悟范面前 重拳出击 悟范轻松就走开了 沙鲁继续进攻 然而这个形态虽然拥有强大的力量 但是速度却大幅下降 所有攻击连毛都没碰到 还硬生生吃了悟范一发大脚 脸都给踢变形了 悟范紧接着又是一脚踢中沙鲁股子 把沙鲁都给打吐了 彻底站不住脚 沙鲁还想继续挣扎 下一秒胸部便迅速溶起 貌似跟比克大魔王要分明一样 下一秒 沙鲁将18号给吐了出来 见到这一幕 克林表示我又能脱单了 然而沙鲁还想再把18号吸收进去 克林站不住了 还好比克兰了下来 下一秒沙鲁身上一股紫烟冒出 慢慢退化成沾黄形态 沙鲁气坏了 颜值又变低了 走出的每一步都惊天动地 随后愤怒地朝悟范发起进攻 但现在的沙鲁连速趴被击塔都打不过 又怎么会是悟范的对手 被悟范一个吸顶击飞几十米 面对悟范 沙鲁一个不小心差点掉进坑里 最强人造人 沙鲁为什么会输 拥有众多高手细胞的 他理论上是成长速度和上限最高的人 但唯一的败笔就是 他也继承了塞亚人的传统美丽 并将其发扬光大 失败的直接原因是 沙鲁走上了被吉他的老路 曾经的被吉他只是因为想浪一下 就出演了一出副词字笑的大戏 还差点让克林顾管一声 而沙鲁也是献祭了16号 生生浪出个超级塞亚人2 但根本原因是沙鲁的皮肤 对鸟山明老师造成了很大的负担 哪怕是他多穿件衣服都能多活几年 如今却被悟范踩在脚下 被悟范一番羞辱 沙鲁还想上去 却被一脚踢落 还想飞上去 悟范又一下将他打背 在悟空的催促下 悟范也完灭 打算将沙鲁解决掉 走投无路的沙鲁开始暴气 身体迅速肿胀不断变大 变得越来越呆萌 沙鲁说自己将会自爆 虽然自己会死 但至少能拿整个地球陪葬 悟范当然不会让他得逞 但沙鲁却说现在的自己 只要受到任何冲击就会瞬间爆炸 现在离爆炸还有一分钟 克林本来从失望中看到了脱单的希望 现在又看到了绝望 此时悟范回想起悟空让他快点解决沙鲁 如今真是悔不当初 沙鲁放肆狂笑 这时悟空回头看了下兄弟们 悟空已经想到了拯救地球的方法 随后悟空就带着沙鲁离开 在众人的呼喊当中 剑王也不好一次 紧接着沙鲁一声怒吼 引发了剧烈的爆炸 剑王星不复存在 为什么沙鲁能够复活 据他所说 在他的脑袋里有个生命核心 只要核心没被破坏就可以无限复活 但是之前悟空的这个龟派气功 很明显已经把沙鲁腰部以上的 所有部位轰成渣 所以沙鲁应该是在说服 要么是核心不在脑袋里 或者是核心可以在身体里的各个部位移动 就在悟空舍生取义坑死师父后 众人都沉浸在悲伤之中 悟犯后悔自己浪死轻爹的行为 克林安慰他 是你和你爹让这场战斗结束 而悟犯无比自责 让琪琪又做了寡妇 克林说你不用太自责 你只是弘扬了塞亚人的优良传统 如果没有你的力量 那我们也无法打败沙鲁 随后便打算回家 转头就看到尸身的18号 克林过去一看 还好还好 带回家洗洗还能用 然而此时最悲伤的还是戒王 自己啥都没干无辜躺枪 就连巴布鲁斯都说咱都是猴子 本是同根生 相间和太极 这时悟空好奇杀戮的灵魂哪去了 人只要死了 那灵魂就要去阎魔王那里报道 也就是说杀戮还活着 此时被吉塔说 如果18号还活着那就杀了他 而克林说我还没脱单 他不能死 这时突生一变 后方浓烟滚滚 其中还夹杂着闪电 接着一发光线从中射出 所有人都还没有反应过来 光线就直接穿透大特的胸膛 王子瞬间猛逼了 杀戮居然还没死 众人不敢相信 杀戮也没想到自己还活着 自爆的时候虽然被炸成了渣 但生命核心却完好无损 重生归来的他实力再次暴涨 即使没有18号也能维持完全体 还净化成闪电杀戮 如今的实力已经在物犯之上 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体内的塞亚人细胞 在瀕临死亡而恢复之后 实力就会暴涨被动 还顺便把悟空的瞬间移动也给学会 悟翻立马再次变身 现在要亲手为亲爹报仇 而被吉塔看着被杀死的儿子 又想到英勇就义的悟空 他觉得打倒杀戮的 应该是作为精英战士的自己 而不是下级战士的卡卡罗特父子 接着便朝杀戮冲过去 这次有关系统民进入 这次有关系统民进入 这次有关系统民进入